8月 贵州最美丽的季节 张树鹏是一名异装飞行运动员 今天他将在一个新的平台上 尝试飞行 清水河大桥在八个月前刚刚建成通车 如今已是贵州风景最秀丽的旋缩桥之一 它横跨1400米的地质断裂带 从桥面到谷底的高差更超过400米 证明如此 它也成为职业极限运动者新的挑战目标 贵州省面积略小于英国 但人口只有3500万 在这里修建公路最大的障碍就是U型峡谷 贵州大型桥梁主要跨越U型峡谷 U型峡谷深度三四百米 坡度比较陡 我们不能可能建立三四百米的桥墩从底下上上起来 所以我们桥位一般找得比较高 就一跨就跨过去 与世隔绝的自然景观吸引着全球的探险者 但在十年前 探险者们只能在险峻简陋的公路上行走 跨越峡谷意味着 必须从谷顶盘旋而下 穿过谷底的小桥 再沿着盘旋公路爬升到另一岸的谷顶 别看我们一眼看到对面 从这边看到我住的地方 当然你要把行李送过去 开小车就要四个小时 从开阳绕到半岸再绕回来 极端困难的高原地形 使得贵州迟迟不能享有 像东部沿海那样快捷高效的交通 为什么到现在才监测 主要是当时的一个技术难度 技术水平达不到 如今中国桥梁技术的快速进步 让西部的高速公路得以发展 它将尝试让贵州 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张树鹏这一条 将让清水河和贵州 再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桥梁在跨越天险上功不可没 它极大缩短了出行的时间成本 推动着社会的巨大变革 这一改变不仅仅在现在的贵州 六十年前 中国开始全新的变革 这一变革 打破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让中国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 向现代的工业大国转变 跨区域合作 成为国家发展的最重要战略 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土地上的变革困难重重 中国中部一条天线 成为南北沟通最大的障碍 长江 这条延绵六千三百九十七公里的 中国最大河流 几乎横穿整个中部地区 丰富的水资源 灌溉了沿岸超过四亿的人口 但它也是一个天然屏障 阻断了南北之间的物资交流 最宽的江面长达五公里 在过去有人类存在的时间里 还从来没有谁能够修建如此宽度的桥梁 来跨越这道天险 百度一直是这条大江上 转运人和物资的唯一选择 人老已经八十五岁 他见证了一座桥梁 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 就是南京的一个轮渡码头 当时没有修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 火车过江 就是要用这个轮渡码头 三节一趟 运到船上去 我这里当年时候拍了几张历史老照片 这张很明显 就能看到就吧 火车 在当时 度过这段不到两公里长的江面 需要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 百度受风雨的影响极大 好 很明显 对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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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什么事 我说 我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它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双层公路悬锁桥 在这条世界第三大河流上修建桥梁 现在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和六十年前一样 都是如何在河床上修建桥墩 经过数千年的冲刷和沉淀 长江下游几乎找不到坚硬的河床基础 于是工程师们采用一种叫钢沉井的技术来修建桥墩 十公里之外的工厂中 一个长77.2米 宽40米 高23米 重达6200吨的钢沉井被制造出来 利用气囊作为工具 钢沉井被划入江中 然后被四艘托轮运送到现场 精确定位下沉到江床之上 钢沉井在现场被不断接高到50米 依靠沉井自身的重量是无法下沉的 十八台搅袭机在水下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吸走底部的泥沙让沉井不断下沉 这样的工作工人们必须十分小心 稍有不慎 钢沉井就会发生天移 那将是难以挽回的困局 经过168天的努力 钢沉井即将下沉到位 接下来一座240米高的桥塔 会从这里升起 阳寺港大桥也将以1700米的跨度 成为中国悬索桥新的记录 从努力建造400米长的跨江桥梁 到可以从容建造跨度超过1650米的跨海大桥 中国只用了18年的时间 如今千米级的大桥在中国不下二十几座 而每一次跨越的背后 都是中国的工程师在桥梁制造技术上 更能够的